打开冰箱检查食材 或是看看抽风机还能不能运转 但水区24号上午大停电 许多小吃店都受到影响 小吃店用电量大 店里食材都需要冰 不少店家就担心 如果食材因此坏掉 该找谁赔 隔一条街还有连锁早餐店 同样受停电影响 当时只能被迫暂停接客 但水大停电台电统计影响户数 总共有4088户 从早上10点40分到11点12分 全数复电停电了半个小时 停电地带包含淡金路 红树林路还有平顶路等一带 当时接近中午时段 气温至少破30度 台电派人员抢修并表示会停电 是因为地下电缆故障 困扰的话也是有的 可能就是没有冷气吧 就是像我们是大楼嘛 那要坐电梯嘛 刚好要下来拿我的外卖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推我的车子 然后我就是要用提的上去 刚好在进行一些电脑作业的程序 那就直接断电 就没有办法做存档 网路电视冷气电话 通讯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可能要先通知一下客人 这边有这样的状况 当地住户也抱怨 在这大热天 家里电器突然不能使用 相当不方便 特别是进入夏天 天气还会更热 没冷气没电扇真的不行 用电高峰台电科得 加把劲别让民怨四起 东森新闻学 玉珠温有连在新北市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